七点半起床,八点出门,在路上吃完早餐,八点二十分到香港系九龙高铁站,八点五十分上高铁,九点零五分到达深圳福田站,九点半左右到达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环路的深圳留学生创业大厦。 这是每天陈晓峰的上班路线,从香港红堪到深圳南山,前后一个半小时,风雨无阻。 在陈晓峰的身上有很多标签,牛津大学博士后,香港城市大学法学博士后,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上诉委员会委员,十大杰出新香港青年。 最近,陈晓峰身上多了一个标签,港青创业者。 2017年底,陈晓峰辞去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的工作,投入创业大潮。 和他一起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沈无药。 两位博士后共同瞄准了一个方向,粤港澳大湾区。 通过不断调研,最终开发创立了首个人工智能社交平台,湾区APP。 力求为大湾区青年搭建相互了解的舞台。 我们为什么会创立那个湾区呢? 其实是看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 大湾区啊,现在政策是宣传的很好, 然后呢,哇,政府也很支持。 但是呢,事实上呢,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年轻人他根本不知道大湾区是什么, 甚至是那个不care大湾区的发展呢, 跟自己有什么那个联系。 那我就想就是,能不能创立一个平台, 然后呢,去让年轻人在这里非常愉快的来认识大湾区的人, 大湾区的事情,大湾区的一些地方, 从而呢,就是那个,能够真正的了解大湾区是什么, 大湾区对他的机遇在哪里, 他要怎么样在大湾区来实现他的梦想,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初心。 早在几年前,陈晓峰就密切留意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在他看来,粤港澳大湾区是深港年轻人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 然而,现实生活中,要让青年人融入大湾区, 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陈晓峰发现,两地青年交流交往存在三个障碍。 一是心理不认同, 二是文化有差异, 三是政策引导不精准。 所以,他们用湾区让更多大湾区的年轻人分享生活的趣事, 打卡好吃好玩的地点, 了解9加2城市群的历史和文化, 倾听大湾区中名人牛人的访谈和故事。 他们开始举办线下活动, 让大湾区青年走出家门, 接触和了解彼此。 他们在各大媒体发声, 自费拍摄微电影, 让更多人对大湾区感兴趣。 而这只是他们的第一步。 其实我们的规划是有三个阶段的。 第一阶段就是让年轻人了解大湾区, 就是通过我们的资讯平台, 每天就看很多大湾区的衣食住行资讯, 创业, 然后故事。 第二个阶段是让年轻人参与到大湾区建设中来。 然后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 是帮助年轻人在大湾区这里实现他们的梦想。 这个是我们第三个阶段, 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 要达到这个愿景, 首先便要为梦想寻找一片落地的热土。 陈晓峰把目光瞄准了深圳。 2006年, 18岁的陈晓峰拉着行李第一次来到深圳读大学。 在那一年, 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生汪涛在深圳创立大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地铁四号县黄港站进入福田口岸连检大楼的建设工程完工。 深港两地的地铁, 在这里碰头。 深圳生产总值首次突破5000亿元人民币大关, 经济总量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名第四位。 生机勃勃的深圳, 让陈晓峰印象深刻。 十年后, 陈晓峰带着梦想,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里。 在他看来, 深圳和香港有着与众不同的优势。 我们要构建的这大湾区, 肯定是一个中国制造的大湾区, 智慧的智能。 香港在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可以发挥一个超级联系人的作用。 香港在中国品牌推广, 中国制造推广这个角色上, 它可以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 它提供的金融服务, 专专业的法律服务, 专业的会计服务, 深圳的市场, 深圳的创新, 再加上东莞惠州他们的制造。 整个一条楼, 全链条, 它都有了。 我们的技术其实都是来自香港, 对, 我们的idea其实也是萌生于香港, 对, 然后在深圳这块热土上, 在大湾区这个地方, 我们梦想发芽, 然后着重成长。 目前, 湾区APP已拥有710万的下载量, 50多万活跃用户, 用户年龄介于16岁至35岁, 有一半以上的用户来自大湾区。 在陈晓峰看来, 这个因大湾区而生的湾区, 就如同一个小湾区, 正慢慢地吸引着更多年轻人走近, 交流交往, 交心交融。 就规划里面呢, 它有一句话, 它叫那个要促进月高, 大湾区青年的交流交往, 交心交融。 那下一步呢, 我们会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位置这个点把它放大, 在那个时候呢, 你是可以实现更高层次的一个交心交融, 因为你在这里交到朋友, 知心的朋友, 然后呢, 你逐渐地因为这些习惯, 你跟大湾区呢融为一体的, 那我们也会在线下, 会部署一批那个人学里游的一些示范基地, 去形成一个线上线下的一个互联互通。 那我们会很容易看着, 那些照片看到的你说你, Coczen, 接下锻去顶有桌面。 芯安方谢这个事。 接下锻去顶 Au交 Huh u 边 jeder但这些事不 compressed, 原来等 이쪽你ま,